內政部長陳維仁今天到空情總隊清泉岡基地 視察去年底剛到台灣的第一批三架黑鷹直升機 陳維仁很滿意黑鷹的強大性能 還立下目標就是希望今年三月 就能夠正式投入救災救難任務 內政部空情總隊的黑鷹直升機 紅白色塗裝看起來好醒目 空情黑鷹每架造價每金三千萬元 首批三架去年底交機 預計明年六月中旬前還有六架抵台 負責救災反恐 內政部長陳維仁世島 還坐進駕駛艙體驗一番 可以滿足我們台灣有很多 三千公尺以上高山 這樣救援任務的需要 輝航情報區手霞的底下的這樣的海域 都可以cover在我們的救援範圍內 接下來大概有一個月的組合訓練 完了以後我們希望在三月底 就可以正式來投入工作 不過馬總統宣誓要打造太平島 成為人道救援之島 空情黑鷹未來有沒有機會 在太平島亮相 我們會見宅 但是我們空情總隊 基本上的任務是救災救淡 而不是打戰用的 空情總隊派飛行員到美國受訓 也有外籍技師來台授課 黑鷹服役後 江漢空情總隊現有的三架海豚直升機互補 目前365在黑鷹還沒有成員 是我們的主力 所以在未來 未來十年 我應該講15年 應該都是跟黑鷹共存的 就是高山跟海上的救援 就是在補足365 沒有辦法執行這些任務的時候 我們來補足 也可以藉這個來改變我們飛機的高度 飛行員們平時也透過飛行模擬器 讓操縱更快上手 黑鷹未來預計部署在全台五個縣市 提升境內災難救援能量 玉電TV 徐穎之剛 台中報導